高中三年级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又来到学中文的时间了 今天老师要教你们第十一课 在十一课,记得把老师全部拉完了,不要一直跳过 今天我们学第十一课, tujuannya dapat menggunakan PA dalam sebuah kalimat Kalimat PA sering digunakan untuk meminta dan memerintah orang lain untuk melakukan sesuatu 例如,请你把衣服洗了 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 今天我们要学生词和读课文 先我们要读生词 跟着老师一起读 图书馆 词典 会议 结束 忘记 空调 接下来呢 请各位跟老师一起读课文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去图书馆借本书 我去图书馆借本书 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 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 接下来呢 跟老师一起学笔画 点 词典典的点 词典的点有几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总共有八话 条 空调的条 有几话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有识换 八 五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问答题 请看旁边的图案 这个图案是什么呢 它的答案是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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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不 接下来呢 这个图案是什么 它的答案是 A B 还是C 它的答案是 B 空调 A C 旁边这个图案是什么 它的答案是 C 词典 C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 动词 答案 请看旁边的图案 它的答案在哪里呢 A B 还是C 呀 jawabannya A Quan Quan Teng Gambar kedua Titik Kong Tiao Kata kerjanya adalah Tui A Quan Kong Tiao Nah Mencuci Baju Kata kerjanya Kata kerjanya Yang mana A B A C Y C C Fu Gambar ini sedang Mengembalikan Buku Kata kerjanya Yang mana A B Kata kerjanya Yang B Huan Su 接下来呢 跟老师读一下 Kuan Kuan Si Si Huan Huan 好 谢谢大家把老师的视频全部看完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 你们可以在Disco问老师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学到这儿 和老师一起努力地下游学习中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